在这个单元中,我们将带你探访一间位于顶楼斜屋顶的住宅,看高子欣、刘子欺设计师团队如何克服老物装修的种种困难,为旅外规过的物主播期,在二十亭空间中,打造充满异国回忆的现代老物的住宅。 刘子欺高子欣设计师将旧范围营造,善用色彩心理学,将冲突化为经验亮点,并以独有故事为设计元素,位居着梁山大造撇具个性一异的美感空间。 屋主其实是一个接近退休年纪的一对夫妻,那他们其实长期都一直旅居在国外,那既然要找到归属,他心中的故事就当然要帮他呈现出来。 每一个人他的生长背景跟他的机遇都不一定会一样,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不为人知,而且是只有他才知道的最独特的故事。 那我们在做空间的时候,这个故事就一定要贴近于他最内心的那一块。 这个屋子呢,他一开始在上个屋主手上的时候,他是因为出租,所以他的屋况非常的糟糕。 那他的外墙有非常严重的漏水,导致他室内会有一些发霉、臂癌的状况。 我们留剩下屋顶跟柱梁的部分,其他是做新的,地板也整层全部做防水。 那这样子的话,其实可以杜绝他原本就有的问题。 将老屋彻底改造的挑战不小,除了格局动线,最棘手的就是要解决原来的漏水问题。 因为这个房子它非常大的年纪,我们不能增加建筑物的一个负载。 我们用了桃梨墙的一个部分。 那桃梨墙它是一个比水还要轻的一个材质。 那它同时也可以满足保温跟隔音,也可以照顾到这个建筑物它的重量问题。 那瓶数的话,从里面到外面其实有接近30瓶,室内是20出瓶的一个大小而已。 所以屋主他们希望是全开放式的格局,可以是尽量放大他们空间使用。 那屋主希望它里面的格局既然是全部都要重新重整跟整理, 那里面的格局就不一定要是一个垂直水平很整齐的配置。 那我们知道了它的这个需求,我们非常的开心,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挑战。 在玄关上面呢,我们选择做了一个斜斜的界定。 然后进来才是我们的餐厅,再来是一个厨房,那转个身又进到了一个客厅。 在客厅的部分,窗台上面是跟沙发一样高。 所以它坐在沙发上是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。 厨房的吧台也是他们平常最常在一起的地方。 因为他们以前的经验,他们是习惯侵蚀的。 他们也习惯在吧台上面用产。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他们家人彼此之间去交流跟联络感情的地方。 厨房长在这里一方面它接近落地窗。 那也因为它从玄关一进来,沿着墙面一直到属桌。 所以它觉得它坐在那个地方是可以左右都照顾到的。 再往里面会是一个卧室的空间。 那卧室也是全开放式的。 用折门去接定。 它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打开。 它需要彼此有一个休息的空间的时候,它是可以管起来的。 跨越了最大的难题,接下来要融合男女主人截然不同的喜好风格, 并创造与众不同的居家设计。 设计师又会怎么呈现呢? 我的妈妈她比较喜欢乡村风,那我爸比较喜欢美式的风格。 子星就很好的去把这两个不同的风格通过颜色,通过线条等等的一种设计的风格, 让它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 男屋主她喜欢一些比较都会纽约loft的一个感觉。 那女屋主她喜欢乡村木纹温暖跟一些温度的东西。 男屋主跟女屋主她们要的东西,虽然是很两极化的一个风格, 但是其实她们有共同的点是要有一个美式的味道。 那我们从中间找到一个点,也就是颜色跟材质。 那有非常温暖的木头跟冷硬黑黑的一个铁键。 那我们用灰色去调和它, 其实屋主会觉得这样子的结合是还满满足她们两位心中的画面。 那会有斜屋顶的产生是因为其实女主人她想要一点美式相存, 所以会有木头的元素。 因为这个老房子它很好的一个原本条件就是屋高很高。 那这个木头它也真的是原木, 因为要保留它原本该有木纹的味道在上面。 它是整块整块弄上去的。 因为他们旅行了世界各地, 这个书有可能是在它那个国家买的。 它其实是一直回忆地保存在最上面的地方。 所以虽然很高, 但是这是一个展示跟一个回忆。 这个部分是屋主特别跟我们交代的。 因为他们到完全完工了, 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空间。 我还记得他们踏进来的时候, 尤其我妈对这个三角形这样子的一个loft感觉, 她非常非常的喜欢。 我觉得这就是选对了设计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。 将区域与斜线区分, 又要让整体空间适却和谐, 空间不浪费。 斜线的尺度就要拿捏得相当精准。 大面板与灰色调, 则是调和了两者喜好与风格。 最后室外阳台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呢? 其实它原本的阳台就是长得这么大。 那我们呢, 因为要照顾到它漏水, 所以全部把它打掉重弄了。 木纹砖铺在地上, 是因为要有一些温暖的木纹的表现, 满足了女屋主对于木头的希望。 戴蓝色的灰, 是因为外面有一个中正纪念堂的蓝色屋顶。 那我们觉得室外最重要的是外面的view, 所以我们尽量把颜色弄得很低线, 让中正纪念堂跟两庭院是在外面最重要的主角。 可能它下午就在那个家具上面喝喝下午茶, 晒晒日光浴, 晚上的时候可以小酌一番, 可以在那里BBQ, 那个其实都是它们在国外的回忆。 因为我们就坐落在这个中正纪念堂这一边, 所以我们光是在阳台这一边的时候,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中正纪念堂的它们的花草树木。 居住在这个楼层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舒服的。 那当然它们现在目前比较去不同的国家去体验生活, 那它们也希望说在环游全世界回来了之后, 以后也可以常住在这一个地方来养老。 设计师坚信生活态度决定个人体位, 在这个从老屋改造开始焕然异性的空间, 它以设计质感融合了每个角落的冲突美感, 让屋主夫妻觉得回家真好。 想看更多精彩的设计作品,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。